看看新闻网 采访时苏大陆乡记者们隆重推出了他们一手捧红的侧卧节 此前清风曾承诺如果票子卖光 他们将像网络上则红的侧卧节那样侧卧庆祝 而他们也再次承诺如果加开第二场演唱会还是卖完的话 他们还会按照之前的承诺在大家面前侧卧 他只要到各大场合呢 不管在机场在咖啡厅或是在名胜古迹 他都想要来侧卧一把 所以他就叫做侧卧节 来 你就面对镜头嘛 侧卧节 来请问苏大陆把你捧红你有什么感想 好如大家所见他其实是很抗拒大家介绍他的 他是一个身性很害羞的一个少女 所以一切就是因为他人心肠太好了 所以呢我们总统他做侧卧他就真的侧卧 所以大家不要再笑他了 真的不是他自愿的 728729的上海演唱会 如果卖爆了苏大陆就会侧卧唱歌给大家听 好吗 看看新闻我 叶文是海报道